我就是现在形成这个房子 他要走了 能不能让我住 俗话叫做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这个道理 咱大妈估计不懂呀 人家相亲的大好日子 咱都开始计划大意去世 房子到底归谁的问题呀 这显然是把对方当傻子了 即便是真惦记 或者真担心 咱也得先出出再说呀 咋能上来一针见血 眼里只有房子呢 我就比没房强点 条件不太好 条件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一提豆腐就豁了 豆腐就豁了提不起来了 这个房子当时也是自己买的 不是 这房子是动圈楼 原来是老楼动圈了 先了解身体啊 身体看看健康检查这个单吧 先了解身体 哪个给我塞了 行行 这是提点报告 这是去年的 年年都那个体检呢 那看完了医生咋说的呀 他说也不用打针 也不用吃药 没啥大毛病 来看看证件 身份证 真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呀 大爷对相信这件事 属实是门青 上来先说自己的经济条件 蚂蚁提豆腐 压根低溜不起来 其次就是身体健康 虽说八十岁的年纪 老掉牙的火 但雄心在 公职本 三千五百九 还有一百零四 还有一个二百六 完了过年过节还发个八百九百的 完了老年纪还发一百 这加一块四千的 四千的多 就说四千吧 咱们说话低调点 说完了 我就愿意喝水 抽烟咳嗽 喝酒迷惑 打扑个糊涂 玩麻将不会 下七二五子 跳交集舞 踩脚背 平常大人没事呢 那个深深胳膊 压压腿 吃点饭喝点水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 大爷见面一句条件不好 属实是把红羊给整猛了 秀出自己的工资后 原来小丑是我们自己呀 毕竟退休收入四五千块钱 属实是超越了很多老年人了 另外大爷还有房子 又是下腰拉伸的 这一番操作 在相亲中 估计是没有任何问题呀 毕竟经济条件可以 身体健康更没问题 何丑找不到呀 能行 差不多能行 是呀 哎呀妈 疼呢 差不多能行 也行 我没事上外边练了单杠双杠 单杠双杠 能起来吗 那个叫引起向上呢 我这么一缝抓到那杠 我脚一忧就上去 上去 你就能忧不下来 我脚上去 脚上哪去 上这俩杠的吧 上到另一个杠 上到另一个杠 就是那个高低杠 上另一个那个 虽说大爷已经八十岁了 但人家爱好健身 上了年纪的人家 依旧是生龙活虎 这身体柔韧度 都快超越红娘了 从这里可以证明 身体真的多需要运动呀 建议观众们 没事多出去走走 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 碰到三个乳腺癌的 碰到一个公经癌的 碰到两个脑椎串的 还碰到三个糖尿病的 我这看也不行啊 这玩意还有的吧 那我跟他住八年了 我不到他姓啥呢 四八年不到姓啥呢 一开始他姓王 姓王 然后就姓刘 他姓我糊涂呢 我实际我一点不糊涂 那啥我后面咋发现呢 坐车啊 他拿那蹭车卡坐车 那蹭车卡有名有姓啊 然后我一看蹭车卡姓梁 我说你咋又改姓梁了呢 他说这是我 你看这照片是我 我这一看这是变舌龙呢 这是我这看我心花拉倒吧 还有一个是 已经三四年了 头一年姓崔 第二年又姓周了 要说大家的相亲之路 那肯定是河南到湖南 南上加南 要是总结起来的话 那完全是一部喜剧片呀 毕竟老年相亲套路多 压根不知道对方是人还是模样 正因为如此 才需要咱好的红娘 好好筛选 不过咱大爷也是吃了很多贵 这才想到求助在弘扬 我不了解你们 你看姓啥一年一个姓 现在找一个正经郭志淫吧 就像在长白山挖一个八两大一山似的 给我的感觉 就这个感觉 挖不着 找一个 特别跟二女这一块都是生活的 身体好的正经郭志淫 就是要处好的的话 开始把钱一交 把钱给人的 他愿扎管扎管 扎管去呗 他买啥吃啥做啥吃啥 对不对 但是得通过处一段时间 你不能说一号见面 二号都给你了 对那是 我也不了解你 此时大爷也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又想找个老伴 又不敢自个储蓄找了 毕竟又是碰见变色龙 今天姓李 明天姓王的 这要是凑在一起过日子的话 属实是有点糟了 所以大爷的相亲要求变得十分简单 不嫌弃长相啥的 只是不是那么难堪就行 另外得是真心想过日子的 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年纪做到这儿是很不容易的 因你能吗 我能的 阿姨 阿姨也挺软的 是不是 嗯 挺好的 也很好 这个阿姨应该也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 你也来试试 好的 阿姨也挺软的 是不是 嗯 一看也就总锻炼 总锻炼 小个叔叔是练不体操 叔叔你看阿姨这个身体咋样 身体挺好 你几个孩子 一个男孩 我身体是不是有点瘦 可能是没有您的实力好 胖瘦无所谓 是 瘦以九千难买老来瘦 那一百多岁的都瘦子一个胖没有 那只是是个理想吧 我们往里发现努力 叔叔觉得这个瘦 他就是没有那些 身体上没有那些疾病 对 三高啥的 三高没有 眼前这病 都不疾病 都没有 身体特别好 真是八十岁吹笛子 尽是老调子呀 和大妈见面后 大爷也是王佛卖光 自卖自夸 开始证明自己身体健康了 结果大妈的柔韧度也不差 俩人比试一下 大爷也是没有太多胜算可言 对于观众来说 咱还是老实相信呀 别一会拉坏认态了 红娘也是吹噬员行军 替咱背黑锅了 给自己做一个准备了 这是您自己买的房子 这是这个房子 那挺好的 和谐楼 挺好的 挺有正事的 我心里有房子 再来换得住 我这是一面 一年实际不见太阳 时间长不见太阳 这人受不了 这也是生活是很现实的 我这就比他们没啥钱了 到晚年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件大事 就孩子主要是插在房子问题了 是吧 房子是硬质标 其他点也不是很的啥 也是有欠缺点 交了朋友吧 我挺高兴的 谢谢 这下是巴比丘了 大妈也是个实在人 见面就交代了 没有房子的原因 大爷听完后 脸上也有一丝丝嫌弃 毕竟大妈为了儿女 操劳一辈子 最后连个房子也没有落到 而大爷的乡亲 属实是捧着鲜花坐飞机 美上天了 直呼指望的大妈有个房子 俩房子换着座 话说咱要是想住对方的房子 多少也得拿出点诚意啊 对于老年乡亲来说 很多诚意 无疑就是金钱上 头 头 脑袋有点晃 把梅牙拔的 梅牙耗着不香牙吗 碰神经的 叔叔年年 咱们那个社区 不就给老年人的提点吗 血压 血糖都没事 我有高血压 但是不重 每天吃一片药 你看我给你整一下 挺能耐 我是没整两下子 最近我在无聊得那么低 不是你腿弯弯了 要不阿姨不行 你腿得峰直 我没锻炼我 我就在世中上学 也不爱上体育课 阿姨是属于静的 我是动的 但是我外表 朝我外表吧 一万年不再动一下 我就记得人 十天不出屋都没事 我不行 我一天不出屋 你刚才把厨 第二位大妈见面后 就开始怀疑大爷的身体 大爷一听这话 马上触动了身体的机关 条件反射 开始拉伸韧带 来证明自己身体健康呀 弄得红娘也是哭笑不得 要是一天见个十几位 相亲大妈的话 大爷的韧带 一天都得折腾坏了 咋能一个劲拉伸呢 身体是否健康 绝对不是下腰 劈叉就能证明的呀 一个爱安静 一个爱动 这显然有点不那么适合呀 不过至于俩人是否合适 咱还是骑律看唱本 边走边瞧吧 一天上天了 他还是叫一天阿弥陀佛 整个都去 那你家孩子多长时间 回来一趟啊 一年就回来一趟 也没结婚啊 他不结婚 我姑娘也是 这房子你自己的 自己的 那比方说谁要先走了 就是能让住吗 我要先两屯 我啥也不管了 那不行啊 那你孩子把我撵出去了 那不能 我就是现在形成这个房子 他要走了 能不能让我住 你的房子 你现在住那个是几个 我是朋友的房子 身体健康过关后 大妈也是直接笨主题 聊一下对方的儿女 对于老年相亲来说 俩人是否走到一起 儿女的意见 也是关键的因素 怕的就是要是大家同意了 儿女不愿意的话 自个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所以大妈如同查户口一般 问的是十分细致 大妈属实有点心急啊 俩人还八字没一点呢 就开始惦记对方的房子了 好歹也寻了一些演员 以及对彼此的感觉啊 不过从这里也能看出 大妈估计是没有资格的房子 所以才想了以后大爷去是啥的 自己还能住在这个房子里 换句话说就是 房子是归大妈所有了 这下巴比Q了 大妈瞬间就把自己的目的说出来了 那就是领证结婚 以后大爷要是去世了 房子属于他所有 一听这话 大爷马上脱口而出 不能登记 一两句话中 两个人也是八百个心眼子呀 一个是不能登记 还得邀请对方有房子 一个是想登记 但房子的归他 彼此的算盘 都是霹里啪啦作响呀